六十一集 工作人员开始在会场分发文件 文件是蓝色封面 只有编号 没有题目 在这个时代 纸质文件已经很罕见了 各位请注意 文件只能在这里阅读 不能带出回忆室 也不能做记录 它的内容在场的人 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接触 现在让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吧 会场静了下来 人们都开始认真地阅读这三个 可能拯救人类文明的 童话故事 云天明的第一个故事 王国的新画石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王国叫无故事王国 他一直没有故事 其实 对于一个王国而言 没有故事是最好的 没有故事的王国中的人民 是最幸福的 因为故事 就意味着曲折和灾难 无故事王国 有一个贤明的国王 一个善良的皇后 和一群正直能干的大臣 还有勤劳朴实的人民 王国的生活 像镜面一样平静 昨天像今天 今天像明天 去年像今年 今年像明年 一直没有故事 直到王子和公主 长大了 国王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深水王子 和冰沙王子 还有一个女儿 陆珠公主 深水王子 小时候 去了 滔铁海中的木道上 再也没有回来 原因 后面再讲 冰沙王子 冰沙王子 在父王和母后的身边 长大 但也让他们 深深地忧虑 这孩子很聪明 但从小就显示出了 暴虐的贫心 他让仆义们 从王宫外 搜集许多小动物 他就和这些小动物 玩帝国游戏 他自封为皇帝 小动物们 为臣民 臣民们 都是奴隶 稍有不从 就会被砍头 往往游戏结束时 小动物们 就都被杀光了 冰沙 就站在一地的鲜血中 狂笑不移 冰沙王子 长大之后 性格收敛了一些 变得沉默寡言 目光阴沉 国王知道 这只是狼 藏起了疗养 冰沙的心中 有一窝冬眠的毒蛇 在等待着 苏醒的机会 国王终于决定 取消冰沙王子的 王位继承权 由陆珠公主 继承王位 无故使王国 在未来 将有一位 女王 假如父王和母后 传给后代的美德 是有一个定量的 那么 冰沙王子缺少的部分 就一定都给了陆珠公主 公主 公主聪明 善良 而且 无与伦比的美丽 她在白天 出来时 太阳 就会收敛光辉 她在夜晚散步时 月亮 会睁大眼睛 她一说话 白鸟 都会停止 鸣唱 她踏过的荒地 会长出 绚丽的花朵 陆珠成为女王 必将为万民拥戴 大臣们 也会全力辅佐 就连冰沙王子 对此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目光 更加的 阴沉了 于是 无故是亡国 有了 故事 国王是在他的六十寿臣 这一天 正式宣布 这一决定的 在这个庆典之夜 夜空被焰火 装点成了流光溢彩的花园 灿烂的灯光 几乎把王宫 找成了透明的水晶宫殿 在昏歌笑语中 美酒 如河水般流淌 每个人 都沉浸在幸福 快乐之中 就连冰沙王子 那颗冰冷的心 似乎 也被融化了 他意改往日的阴沉 恭顺地 向父王祝寿 愿他的生命之光 像太阳一样 永远照耀王国 他还称赞 父王的决定 说 鲁珠公主 确实比自己 更适合成为君王 他祝福妹妹 希望她多多 向父王学习 治国的本领 已被将来 担当重任 他的真诚和善意 让所有人 都为之动容 吴娃尔 看到你这样 我真是高兴 国王 扶摸着冰沙王子的头 真想永远留住 这美好的时光啊 于是 有大臣建议 应该制作一幅 巨型的油画 把庆典的场景 画下来 挂在宫殿中 以资纪念 国王摇摇头 我的画师老了 世界 在他昏花的老眼中 已经蒙上了雾外 他颤抖的老手 已经描绘不出 我们幸福的笑容 我正要说这个 冰沙王子 对国王 深深鞠躬 我的父王 我正要献给您 一位新画师 王子说完 对后面示意了一下 新画师 立刻走了进来 这是一个大男孩 看上去 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 裹着一件修饰的灰色斗篷 在这金碧辉煌的宫殿 和珠光宝器的宾客中 像是一只惊恐的小老鼠 他走路时 已经很瘦小的身子 紧缩成了一根树枝一般 仿佛时时在躲避着身边 看不见的金刺 国王看着眼前的画师 显得有些失望 他这么年轻 能掌握那高深的技巧吗 王子再次鞠躬 我的父王 他叫真眼 从赫尔辛根摩斯肯来 是空灵大画师的 最好的学生 他从五岁起 就跟大画师学画 现在已经学了十年 深得空灵画师的真传 他对世界的色彩和形状 就像我们对烧红的烙铁 一样敏感 这种感觉 能通过他如神的画笔 凝固在画布上 除了空灵大画师 他举世无双 说着 王子转向真眼画师 作为画师 你可以指示国王 不算无礼 真眼画师 抬头看了一眼国王 立刻又低下了头去 国王有些吃惊 孩子 你的目光很锐利 像烈焰旁出窍的力剑 与你的年龄极不相衬 真眼画师 第一次说话了 至高无上的国王 请宽恕一个卑微画师的冒犯 这是一个画师的眼睛 他要先在心里绘画 我已经把您 还有您的威严和贤明 一起画在了心里 我会把他们画到画里的 你也可以看王后 冰沙王子又说道 真眼画师 就又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王后 然后 再次低下头 最最尊敬的王后 请宽恕一个卑微画师的冒犯 我已经把您 还有您的高贵和典养 一起画在了心里 我会画到画里的 再看看公主 未来的女王 你也要画她 真眼画师 看鹿珠公主的时间更短 如闪电般看了一眼后 就低下了头去 最受人景仰的公主 请宽恕一个卑微画师的冒犯 您的美丽 像正午的阳光一般刺伤了我 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画笔的无力 但我已经把您 还有您无与伦比的美丽 一起画在了心里 我会画到画里的 然后 王子又让真眼画师 看看大臣们 画师挨着个儿的看了一遍 目光在每个人的身上 都只是停留一瞬间 最后 他低下头去 最最尊敬的大人们 请宽恕一个卑微画师的冒犯 我已经把你们 还有你们的才能和智慧 一起画在了心里 我 会画到画里的 圣燕 继续进行 冰沙王子 把真眼画师 拉到了宫殿的一个角落里 低声问 都记住了吗 真眼画师的头 滴滴的 脸全部隐藏在了 斗篷帽的阴影里 使得那件斗篷看上去 仿佛是空的 里面只有黑影 没有躯体 记住了 我的王 全记住了 我的王 全记住了 即使给他们每个人的 每根头发和汗毛 各单画一幅特写 我都能画得真真切切 分毫不差 中国史诗科幻 三条 三条 正在播出 刘子欣援助 清雪制播 企鹅FM出品 演会到后半夜才结束 王宫中的灯火 渐渐熄灭 这正是黎明前 最黑暗的时候 月亮已经熄沉 乌云 自西向东 像帷幕一样 遮住了夜空 大地 像是浸在墨汁中一般 一阵阳 一阵阴冷的寒风吹来 鸟儿在巢中颤抖 花儿 惊惊地 合上了花瓣 有两匹快马 像幽灵一般出了王宫 向西方奔驰而去 骑在马上的 分别是冰沙王子和真眼画石 他们 来到了距离王宫十多里的一处幽深的地堡中 这里 处于夜之海的最深处 潮湿 阴森 像是一个沉睡着的 冷血巨怪的 腹腔 两个人的影子 在火炬的光芒中摇曳 他们的身躯 只是那长长影子末端的 两个黑点儿 真眼画石 拆开了一幅画 这画 有一人搞 他把包画的帆布掀开 让王子看 这是一位老人的肖像 老人的白发和白须 像银色的火焰般包围着头脸 他的眼神很像真眼画石 但是 锐利中多了一份深唇 这幅画显示出了画石高超的记忆 先毫必现 徐徐如生 我的王 这是我的老师 空灵大画石 王子打量这画 点点头 你先把它画出来 是明智的 是的 我的王 以免他 先把我画出来 我快就好说 我别拒绝了 以后 Farga 这子 我 空灵大画石